熔斷的定義是這樣子喔 就是當美國大盤跌了7%呢 它就會暫停交易15分鐘 股市如果跌了13% 會再停止交易一次 跌了20%呢 今天就整個了 歡迎來到秀的起前市 又看到我們兩個組合啦 培任我們上次是什麼時候一起錄影呢 我們上一次是講那個 金融海嘯原因嗎 我上次在2020年1月份的時候 我們有錄一集是 金融海嘯又來了 結果真的來了耶 所以我們這次又錄影又代表什麼事情 最後幾年是保證出大事 之類的 所以呢我們上一次在2020年的時候呢 我跟Perry那時候覺得 全世界債的問題是很大的 因為債有可能引發出金融海嘯 但這次引發海嘯的主要原因 竟然是疫情 竟然不是債 但是事實上我覺得啊 其實金融海嘯還沒有真的開始 我的個人看法是可能還會持續一段時間 因為這疫情都還沒有穩定 對其實我最擔心的不是疫情 我最擔心還是經濟或是在 如果有一個大銀行或是有什麼樣的一個機構 或是什麼對沖基金突然間破產倒掉的話 造成連鎖效應的話 我覺得那才是真正的問題 對可能覺得跟08年那時候很像 但我覺得這個跟08年不一樣耶 08年那時候是大家失業以後呢 可能會去喝酒啊 會去消遣啊 會去娛樂啊 現在是大家 失業以後只能悶在家裡耶 是完全不能做任何事情耶 不要說工作會受影響 你連你的日常生活的 你的人生自由可能都受到一些影響 所以我覺得恐慌會再加去 我覺得這波恐慌應該會比以前還要更大一點點 而且我覺得是 短時間對經濟活動一定造成一些後遺症啊 對會有些停滯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這波的大跌呢 大概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然後疫情關係大家會覺得 好像可以預測未來好像經濟會不好 所以大量賣股票 然後第二個原因是因為大家看到 大家不斷賣股票的過程當中呢 股票跌的更快 跌的更快你會更恐慌 恐慌在加速的過程當中 你就會越賣越快 會加劇大跌 所以呢 最近大家都莫名其妙的學會一個詞 這個詞叫做熔斷 熔斷以前我們會跟大家分享說 什麼叫熔斷 但是那時候講的時候大家都沒有感覺 那現在感覺越來越深了 為什麼 好像這10天內就發生4到5次了 4到5次了 說不定大家看到這節目以後已經10次了 熔斷的定義是這樣子喔 就是當美國大盤跌了7%呢 他就會暫停交易15分鐘 這15分鐘很像保險是斷掉了 他是讓大家冷靜一下 你現在真的要賣股票嗎 大家冷靜思考一下 不要亂賣股票 15分鐘以後會再開盤 股市如果跌了13%會再停止交易一次 跌了20%呢 今天就整個全面的停止交易了 佩裕要補充一下熔斷的一些歷史 這邊講的大盤 現在的大盤是以標普500 就是S&P500 那更早之前 這個隆斷機制一開始是從1987年 那個有個什麼黑色星期一 那一次之後 好像當天一天跌的超過20% 所以那時候美國的證交會就說 喔這樣子好像太可怕 我們應該設計一個像保險士一樣的制度 所以在隔年他們就上限一個制度 就是所謂隆斷機制 那時候的參考的大盤是道琼 他們那時候設定的條件是7% 跌7%就當天就休息了 然後那個制度後面有些修改 曾經有放寬到10% 然後到現在的制度是從2013年的2月開始 就改成現在有三個關卡 7%、13%跟20% 對 Perry你覺得這件事情是一時來就永久 很多投資人都很擔心這一點 他們都覺得現在賣股票好像會比較安全 我覺得怎麼去看這件事情 如果短時間看好像真的是很可怕 但是如果說真的 你把過去的所有的發生鏡的懷笑事件 你把時間拉長來看的話 其實都是非常短暫的時間 都大概6個月甚至頂多就是一年的時間 你整個股市的歷史來說 其實時間是非常短暫的 對其實時間還蠻短暫的 而且大家知道2008年那時候股市大概跌了50多% 快到60% 目前的股市大概只有跌了30%左右 其實還有一半的空間 還有一半空間 我覺得秀老師想要表達的是說 其實也許還沒有到最後的時間點 但是我覺得大家也不用這麼樣的恐慌 因為其實你把股市的例子拉長來看 甚至中間有發生一些世界大戰 不管全世界哪一個股市都一樣 股市都是越來越高 但中間都會遇到好多次大幅度的下跌 那我覺得也許這個真的是一個蠻不錯的時間點 大家可以去檢視一下自己的資產配置 甚至去考慮說你在什麼時間點 要去再重新買入這些好的企業的股票 對所以大家可以再密切注意我們頻道 因為這一次可能是大家財富翻轉一些機會 然後大家買股票的時候 可以目標一些比較安全的 例如說名聲用品等等之類的股票 或是這間公司的股息是越發越多 甚至你的世界大戰或上市金融海嘯 或上上市金融海嘯的股息都不會減少公司 買這樣的公司就可以好好睡著著 而不是去追求那些科技股 或是一些非常熱門的產業 這樣可以讓你的傷害降到最低 以現在來說其實要留有現金 然後你要分次加碼 不要一次把子彈用完囉 好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歡迎大家訂閱分享加按鈴鐺 那有任何問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喔 好就到這邊囉 掰掰